各國都在拼這個電動機車或電動汽車 但是呢 貨可能會出不來 為什麼 因為車用晶片 這個供貨又開始拉緊報了 負責生產的其中一間大廠英飛林 馬來西亞工廠受到疫情影響而停工 執行長說 存貨已經來到了歷史的新低 而另外一頭 中國大陸的晶片經銷商 卻是趁著全球這波缺貨潮 囤貨來炒作車用晶片的價格 最誇張的一年就漲了20倍 讓中國大陸政府看不下去了 現在要出手查 喷槍仔仔細細把車殼變成亮眼的紅色 德國豪車BMW市井 晶片慌張影響下半年生產 並是更是直接下修招車數量 就是因為主力生產車用晶片之一的大廠英飛林 工廠又停產了 這回停工的是馬來西亞廠 因為當地疫情惡化 再度封城 而這也讓英飛林執行長普洛斯 跳出來喊話 晶片供應極度吃緊 從貨來到歷史新低 他因此歡迎其他晶圓代工廠到德國設廠 尤其支持台積電 更勝英特爾 社會走向解封 現在的話大家又回頭需要汽車的狀況下的話 其實目前的這個汽車的需求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來看目前的供需還是存在一定的缺口 產能持續供不應求 也讓車用晶片價格是掌聲不斷 不過現在卻引起了中國大陸政府注意決定出手監管 市場監管總局根據價格監測和舉報線索 對涉嫌烘台價格的汽車芯片經銷企業立案調查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晶片經銷商取得原廠的晶片之後 又趁火打結 特意炒作烘台 導致現在中國大陸一個車用微控制器就要50美元 一年漲幅高達6倍 最誇張的還有漲到20倍 我們認為應該不至於是原廠的漲價幅度有到這種程度 所以說如果在這個代理商上面或者是經銷商上面 有一些過度的囤貨的行為的話 這樣子一些政策也許對於恢復市場秩序 也反而是有一些正面的幫助 也就是說這回中國大陸出手只是遏止市場歪風 對於整體晶片業影響不大 這場車用晶片缺貨潮看來也還會延燒下去 東三財經新聞葉子晶 楊超成綜合報導